赤牙对决白狐 谁是最强的暗影刺客 仅用一只手臂 赤牙就挡住了白狐的攻击 复活归来的赤牙究竟有多强 白狐的攻击根本就无法让赤牙破防 赤牙抬起手臂 挡下了白狐的致命一击 白狐对于赤牙的到来颇感意外 他们同为暗影刺客 当年赤牙被害 白狐也是有所耳闻 如今赤牙不仅没有死 反而功力更进一步 这让白狐感觉非常的吃惊 白狐的攻击 虽然让赤牙的手臂出现了血迹 但是凭借血魔大法的力量 赤牙很快就完全地恢复 现在的赤牙是守护小祭导的英雄 因为和江惠莲达成了某种交易 所以赤牙为了小祭导的战 白狐虽然也能够轻松 倒下赤牙的攻击 但是当赤牙亮出血魔真身 即便是白狐的大招 都无法撼动赤牙 如今的赤牙 已经解开了白莲封印 所以她的实力得到了全面的提升 白狐在与赤牙短暂交手的过程中 很快就败下阵来 都说有烟无伤 等到浓烟散去 白狐面无表情 口中吐出一口老血 而赤牙的一只手 也已经深深地插入白狐的身体 白狐的招式虽然厉害 但是被赤牙的血肢插入 白狐身体根本无法抵挡这种程度的攻击 此时的白狐才终于明白 赤牙早已经解开了身上的白莲封印 白莲封印可以克制血魔的力量 如今没有白莲封印的束缚 赤牙彻底放飞自我 功率全开 白狐在赤牙面前根本不够看 赤牙得意地笑了 白狐却并没有认输 他仅仅抓着赤牙的手臂 一股白色的能量通过手臂 正在缓缓地注入赤牙的体内